黄博说错一句话赔了三百万 在顶级社交场合中 情商到底有多重要 有了 三百万 三百万 好好 2016年的八杀慈善晚会 云集了大咖顶流以及各界高层 此时台上正在拍卖一枚钻石戒指 黄博见状多次举牌 将其抬到了二百五十万的高层 二百万 两百万 博哥你是 二百五 二百五 谢谢 华裔老总王中军也紧跟其后 举到了二百八十万的价格 谢谢王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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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百八十万 本来这个价格是势在必得 而此时的黄博却多嘴说了这么一番话 其实今天我也是一个助拍嘉宾 对 我就基本上属于是那个放的耳 他的意思很明显 自己就是个用来钓大鱼的拖 而谁是大鱼显而易见 不管他这番话是不是开玩笑 但明显有点让王中军下不来台 毕竟被当众忽悠 身为老总的他多少有点挂不住面子 此时一旁的徐征看出气氛不对 立马站出来为黄博解围 有了 三百万 三百万 好好好 谢谢徐徐徐 就这样 黄博以三百万的高价得到了那枚戒指